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瑟夫参加的纳粹德国军队 他最初的身份只是一名机枪手 并没有接触到后来让他扬名的狙击作战 苏德战争进行到白日化成都时 在一次战斗中 约瑟夫所在的部队被苏军击溃并败退 他的重机枪阵地成为了苏联红军主要的目标 不过因为重机枪的枪托 替他挡住了一发子弹 约瑟夫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但是弄伤了他的手臂 于是约瑟夫被送往了德军战地医院 就是医院疗伤的时候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一支墨心钢那步枪 习惯了机枪的约瑟夫 对这种步枪很感兴趣 他于是用墨心钢权 饶有兴趣地进行射击 结果第一次用这种步枪 他射出的第一发子弹就准确地击中了 目标 约瑟夫自己都有些非常意外 在随后的射击中 子弹都准确地击中目标 旁边的一位德国军官 也被约瑟夫的天赋所震惊 这不就是天生的狙击手材料呢 于是在出院之后 这位军官历见约瑟夫调换了岗位 成为了一名德军狙击手 约瑟夫于是正式开始自己作为狙击手的战争生涯 德军专门给他配备了一支六倍镜的毛色98K步枪 并对他进行了一些系统的狙击手基础训练 展开全文约瑟夫不久后被重新派往前线 这次他的任务不再是操作机枪 他拿着98K狙击枪开始大杀四方 靠着一把尾装成树叶的破雨伞 精准的射击精度和良好的沉着性格 他的狙击记录越来越高 整个二战期间 约瑟夫用狙击枪创造的狙击记录是257人 是一个相当可怕的记录 每当杀够十个敌人 约瑟夫都会得到一条上面颁发的银色袖带以示奖励 但狙击手惯用的静态潜伏射杀 其实并不是约瑟夫的典型战斗风格 他非常擅长和自己队友进行配合 在跃动中让对面的苏军狙击手主动暴露 并在一瞬间狙杀对手 在人数密集的战斗中 这种狙杀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 约瑟夫经常用自己精准的枪法 凭一己之力给苏军部队制造最大的混乱 当时苏德双方已经展开大规模的狙击作战 但是由于苏联红军气势强大 没过多久很多德军狙击手就统统被苏联红军狙击手击毙 这让原本战局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德军十分惶恐 其需要一名可靠能力强的狙击手来鼓舞士气 而约瑟夫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配合约瑟夫狙击作战 刷新记录 以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 德军甚至为这名狙击手来特意定制战术 让多兵种来协同约瑟夫进行狙击作战 约瑟夫的狙杀每天都在不断刷新 直到有一天 约瑟夫发掘自己的对手 不再是单独一个苏军狙击手 而是整整一个苏军 狙击连双方残酷的厮杀开始上演 苏军的狙击手全部躲在一片小树林里 为了让对手主动暴露 这一天把约瑟夫给蒙坏了 他让战友把德国钢盔举起来了 对面树林里的苏军狙击手 立即准确地击中了钢盔 苏军狙击手的射击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但约瑟夫却没有动 而是德军机枪手朝苏军隐藏点压制射击 机枪能很好地掩盖狙击步枪的射击声 约瑟夫随即已开了枪 一枪击中那名苏军狙击手 他与战友们如此反复操作 时间不长 他居然打死了树林中的18名苏军狙击手 苏军狙击手的威胁消除后 德军大部队开始对那片树林发动进攻 拿下那片树林后 德军才发现这18名苏军狙击手的尸体 竟然全部使清一色的女兵香消欲允 如果要说最著名的一次射杀 那就是约瑟夫面对一辆苏联红军T-34坦克时 精准地将子弹穿过撩棒口 把里面的坦克驾驶员一击 毕命这次疯狂的射杀让他名声大震 约瑟夫塞普埃勒伯格的狙击战计成为德国人吹捧的资本 他一度称为德军局神还获得那翠的骑士勋章 但是这一次颁奖却没有官方记录 约瑟夫塞普埃勒伯格在战后也得到善终 2010年在奥地利沃斯塞尔层海姆病逝 享年85岁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